第110章 四人行 有人踏狐而行 前一句 浑然不顾道魔双方血腥战争的千年历史 更是完全不理会 魔宗便是在柯浩然先生见下覆灭的事实 已然是无耻到了极点 然而毕竟说的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 而且宁缺的模样还大意凛然 终究还能保持些书院弟子的风范 然而大意凛然之后 紧接着的下一句却是如此的直接浅白 他说求便求 毫不犹豫 毫不掩饰 实在是已经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唐小唐正正的看着宁缺 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求自己 甚至有些恍惚了 哥哥说的是真的吗 这个人真的是夫子的亲传弟子吗 便是已经非常了解宁缺性情的墨珊珊 也觉得坟帘有些微微的发烫 散漫的目光里透着一丝羞愧 站得离宁缺远了一些 叶红瑜验证的摇了摇头 心想 作为唯一一个室内室外相通的不可知之地 书院是何等样骄傲的存在 从夫子到柯先生再到君墨这一代弟子 谁会真正的瞧得起魔宗 宁缺这丝居然能够睁着眼睛说瞎话 无耻至私 看来书院有教无泪 果然不是传说 其实宁缺并不见得一定需要魔宗少女带路 才能走出天气山脉 凭借着意识深处 连生大师留下的那些无法理解的气息和碎片 他或者可以追随直觉走出去 先前 他带着墨珊珊和叶红瑜走出魔宗 便是用的这种方法 然而他不想再次进行尝试 因为能够在那些优深的通道里找到正确的道路 还可以归功于幸运 但幸运的次数多了 就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怀疑 小唐姑娘 你要去哪里 宁缺问道 唐小唐回答道 我要去南方 南方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尤其是他深处大陆的极北处的苦寒天气山脉 无论要去哪里 似乎都要先向南行 然而唐小唐说得很认真 宁缺听得也很认真 甚至还能顺着他的话 认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嘿嘿 很巧啊 我们也要去南方 原来 大家是同路啊 所谓 相请 不如相遇 呃 一起走 通往茫茫群山外的通道 是很多条无数年前由魔宗强者 以人力开造出来的石骨 石壁光滑 陡峭 如同刀切一般 即便是雄鹰也无法驻足 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雨雪 却依然未及尘土 自然也不可能生出绿意匆匆的草树 西陵神殿的道吃 魔宗的少女 墨干山的疏痴 疏愿史上最弱的天下行走 这样一个奇异的四人组合 便在这些狭窄而漫长的石骨里 沉默行走着 沉默 这个词不对 在我看来 我们这些修行世界里了不起的年轻一辈 可不能重蹈前辈的覆辙 莫姗姗神情威宁地问道 什么覆辙 一见面就拼命啊 其实打架有什么意思呢 没事的时候 藏在山里面静心修行 如果见了面就问声好 聊聊天 不比什么都强 叶红鱼冷漠地说道 无战斗 不修行 哎 这种观点 我一直是很反对的 不过我不和你这种修道如痴的怪物争论 以后有机会去长安城 我请三位姑娘吃面 桑桑煮的煎蛋面 唐小唐好奇地看着某人的侧脸问道 桑桑是谁 桑桑啊 是我的小侍女 要知道 我家桑桑做的面 绝对是这世间最好吃的面条 莫姗姗看着宁缺虽然憔悴 但提到某个名字便神采飞扬的脸 微微一笑 没有说什么 然而却不知为何 觉得心里面有些空荡荡的 有些不安 宁缺看着唐小唐认真地说道 就算要打 咱们这个时候也别打 初期打的感觉会壮阔一些 话说回来 其实我和西陵神殿的仇也很深 不比你浅 说到此处 他压低声音 看着前面叶红鱼的背影说道 诶 龙庆皇子 你知道吗 唐小唐被他的神情所感染 声音从寿尾里透出来 悄悄地说道 我知道 我看着你一剑把他射穿的 你那剑真厉害 那么冤也能射中人 诶 哪里有你们明宗的功法强悍 那么高的地方 你也敢跳 唐小唐微修地低头 轻声说道 我当时也是糊涂了 宁缺用手指着夜红鱼的背影 悄悄说道 龙庆皇子被我废了 西陵神殿 哪有不复仇的道理 事实上 这个女人就一直想杀我 只不过我和她在你们圣地里说好了 初期再动手 所以到时候 如果出了山 真打起来 我可以帮你 她说话的声音虽然低 却也没有刻意瞒着谁 毕竟在这幽济的山谷里 正青春 四人同行 哪里可能真的去编织什么阴谋 玩什么纵横百合之术 走在最前方的夜红鱼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她 微怒说道 宁缺你能不能闭嘴 夫子收你为弟子 我真替她老人家布置 我敢肯定 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书院之耻 不用将来 我现在已经是书院之耻了 她说的是实话 那次和谢三公子的莫名较量之后 她被书院同窗排斥 无视了数个月的时间 那些窃窃思议里书院之耻 这个词汇 不知道多少次飘进她的耳朵里 她早已学会了入耳不闻的本事 而且她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 还是那句重复了无数遍的老话 只要能带着桑桑一直活下去 她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既然如此 面对着四人行中战斗力暂时最强大的 而且看起来也不怎么给书院和夫子面子的魔宗少女 说些俏皮话 讨讨对方欢心 又算得了什么呢 只要愿意 从未成全体军民 到师父颜色 再到皇帝陛下 都能被宁缺斗得无比的开心 所以 魔宗少女唐小唐 毫不意外的开心了起来 不时的发出轻致的笑声 哈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唐的妹妹啊 久仰久仰 宁缺想起了在书院后山第一天躺在草垫上的陈皮皮说的那些话 微微一惊 然后想起了更多的事情 比如 陈皮皮对梦中情人的形容 于是瞧着身边的魔宗少女愈发的眼熟 发现 除了年纪实在小了些 这个小姑娘完全符合陈皮皮的想法呀 既然你要去南方 那真得去长安城逛逛 哎 这和我先前说的肩蛋面可无关 那可是天下第一凶城 而且里面住着很多有趣的人 其中有个家伙 我想介绍给你认识 他年纪呢 和我差不多 但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入了知名 都说他是真正的天才 唐小唐睁着明亮的眼睛 看着宁缺 吃惊的说道 那么小便知天命 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 难道说 那个人比道次还要厉害 叶红瑜听着这话忽然说道 那个死胖子 心性糟糕到了极致 但偏生修行破镜急速 只能说浩天对某些人 有些偏心罢了 真要打起架来 他可不是你的对手 略一停顿 叶红瑜望向宁缺问道 他在书院这些年 可好 宁缺这才想起来 陈皮皮与道吃相识 而且每每提及此人 那个骄傲嘚瑟瑟的胖子 便会恐惧得像只安蠢一样 于是宁缺挠了挠头回答道 还不错 听到这个回答 叶红瑜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淡然说道 那就好 四人在寂静 甚至有些沉沉死意的石谷里行走 他们是修行世界里 最优秀的年轻人 宗派各异 理念不同 甚至彼此之间有极深的仇恨 然而却没有上演血腥 厮杀勾心斗角的剧情 或许是因为在雪峰深处 那个老僧面前 看到了太多的血腥和阴谋 从而有些腻了 或许只是简单的 因为青春作伴回家路上 不愿意去做那些事 青春真的是很美好的事物 无论吃于书 吃于道 吃于力量 还是吃于银子 他们依旧保留着一些 简单而纯净的部分 没有完全陷入像泥潭般 复杂的世事之中 如果世间只剩下青春 不再苍老 不再腐朽 或许会减少很多杀戮和纷争 热血而不冷血 依然战斗 却是直接的战斗 那么世间便会变得简单 而美好很多 然而很可惜的是 所有人都会渐渐老去 渐渐的事故 肩上会多出很多的责任 那些沉甸甸的责任 会把人的腰压弯 会让人勤于思考 却懒于感受 茫茫天气山的最南端 见低的山脉探入荒原 然后在忽兰海北面 没入平地消失不见 那支来自中原的商队 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很长的时间 湖面已经完全冰封 但他们却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 中年男人缓缓抬高茂颜 望向天边遥远的雪峰 他觉得那里有人 惯离来人了吗 按道理讲 天书名字卷现世 浩天道门不可能只派出 道斥和龙庆这些年轻一代的弟子 便奢望把天书抢回来 而且除了自己和不知藏身世间 何处修行二十三年禅的那个家伙 还有谁知道 圣地山门被封后 只剩下唯一的出口 便在忽兰海北 不过就算是冠里派来天下行走 他也不会停止自己的计划 因为他已经在帝国和西陵之间 摇摆沉默了太多年 他验证这种感觉 所以他决定做些事情 只要天书在手 便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作为魔宗在世 寥寥无几的强大传人 中年男人对这个传说坚信不已 哼 是喜欢背着木剑的你吗 中年男子看着遥远雪峰之巅 轻蔑一笑 把手中吃剩的半条羊腿割回盘中 从下属手里接过丝巾 仔细地擦干净手指尖的油渍 然后长身而起 薛迪踩在忽兰海刚刚冰封不久的湖面上 中年男子缓步向着湖对面远处的山巒走去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那般的扎实 仿佛要把冰面震开一般 他在世间有很多敌人 那些敌人都知道他不会水 甚至聚水 但他今天却偏偏要从湖面踏过 仿佛要踏破过往这些岁月里的憋屈不满 寒风静吹胸膛 中年男子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青年时 这种感觉很好 小哈哈 小灭